你說先這樣嗎? 然後再這樣 那算基本功長 然後很快就算了 真的耶 這感覺蠻能練到的 這很能練到耶 位置不厲害 對啊,這樣感覺不太一樣 真的很美,這像過十幾個 今天的影片結尾一樣會有抽獎時間 記得要開啟C字幕 而且一定要看到最後面喔 這是開箱 近幾年大家都越來越開始在封健身這件事情 每個人都開始在跑健身房做重訓 可是其實去健身房運動是一件阻力很多的事情 以現在的客觀環境來講 現在有疫情的問題 大家又會覺得說去健身房大家都在流汗流的半死 就是感覺很容易互相接觸到 不太安心 對於一些剛開始接觸健身人來講 去到健身房也是特別的有一種壓力 第一個就是你剛去的時候你不是什麼器材都還不會做嗎 就做的又爛 然後旁邊的人就是都是身材很好的人 你就會覺得特別的自卑 然後旁邊的人看你的眼神 就人家一直這樣瞄你一眼就覺得 他在笑你 就是心魔很多 就會覺得特別不自在 所以呢其實我覺得啊 如果說現在有一些器材是讓你可以在家裡面 就做運動的話 其實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還有一個就是像現在是冬天 冬天你會特別不想去健身房 出門就出門 對 根本不想出門何況是去健身房 下雨 有時候健身房很遠 要騎機車才能到 如果下雨 台北又下雨又冷 誰要去 我那邊把錢就是丟給他 所以最後就導致就是丟了一萬多塊然後還失敗 然後還被那個教練推銷課程 最後也沒有去 然後最後就是 你還是個胖子 反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一個 可以讓你在家裡面呢 也能輕鬆做健身的器材 他的名字叫做 OYO NOVA 他上面就有他的這個器材的模樣 就是他是一個很像一個翅膀一樣 就是一看就是這樣可以拉開的 然後可以做很多種動作 他把他可以做的動作 很多都已經有畫在這上面 就是你光是看他這個盒子的側面 就已經有很多動作 我可以利用這個來進行 會不會背面還有 背面寫什麼 FITNESS FITS YOUR LIFESTYLE 感覺有點像是進階版的健身環之類 可是像健身環他其實只能擠那個環 或什麼 就比較有限 但他這個是真的可以伸縮 然後做一些比較正確的姿勢 會更適合更有企圖心的各位 然後打開看一下呢 就是因為他是在國外賣得非常好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他就是 都有這些的教學 然後他在其實Youtube上面 都有放很多的影片 就是讓你可以去學習 你就是可以好好的跟著專業的人士做正確的動作 因為其實做這種健身運動 你的姿勢如果不對的話 還滿危險的 我們可以看到裡面的內容物是像這樣 一個就是這個OYO NOVO它本體本身 然後它上面已經幫你裝了一個這個阻力盤 它的那個做法是用阻力盤來取代那種槓片 因為如果你的重訓的那個重量要增加 你就是要加槓片 那就是很重 被壓到就會死人的那一種 但是它這個就是很輕的 因為它是用阻力的方式 把它放在正中間 所以其實不用拿到那種很重的東西 它也可以達到類似的效果 像它這個一個就是10磅 就是4.5公斤 所以如果你4個通通加上去就是18公斤 這邊有一個是那個訓練佩戴 這個就是你可以把它綁在這個OYO NOVO上面 然後再做一些更不一樣的動作 這個比較適合你手再拉 然後如果你再加上這個佩戴的話 就是可以再做一些比如說腳步的動作之類 不如先在這邊做一下健身的動作給大家看看 我的健身玩是那個攝影大哥送的 因為他說他覺得好難玩 然後 因為動是什麼 我玩第一關就 因為我做的那個 我就大概知道說 有些動作就是大概會訓練到什麼地方 然後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是更進階的 因為它是這樣子 你看它是這樣子拉開 而且它這個本身就是蠻輕的 它的那個材質都是那種用比較輕的材質去做 它不是金屬對不對 這不是金屬 因為它外面其實是類似塑料這樣子 所以它不會那麼重 讓人可以到處帶著 譬如說你現在出差好了 可是你在飯店裡面就還是可以做 你就把它放在行李箱裡面 就 譬如說 你現在一邊在看電視的時候 我就一邊做 我現在一邊在講我就一邊在做 就有一種一舉兩得的感覺 對阿或是如果你同時又很愛保養 你還可以一邊敷面膜一邊做 一邊敷面膜一邊泡腳 然後一邊做運動 一邊看劇 同時一天可以完成好多事情 其實這樣子做阿 這邊就已經會有點痠痠了 然後還有就是如果你這樣子 就拉開的話 其實你的背部 背肌的地方也是會運動到 就還不錯 因為它就是這種對稱的 就兩邊的動作 那其實你也可以就是 弄這樣子以後再凹它 你就可以訓練到單手的部分 然後不一樣的肌肉跟肌群 因為其實我不太會分阿 就是我知道手上就是有二頭肌跟三頭肌 但是我就是沒有很 有信心就是高興他們在拿 然後它這個阿是你拉開以後 你要把它收回到原本這個地方去 像這樣子 就你每次都是拉開收起來 拉開收起來 當作這樣是一次 然後一組可能就是多少次這樣 可以自己幫自己分配那個訓練的菜單 開發這個的團隊 他們其實有在網路上就設計一些 點重或者是訓練的challenge 你就可以跟著他們的腳步來進行 我覺得就還蠻不錯的 我覺得我剛剛呢 做的動作太輕易了 大家都覺得我在裝死 所以我應該要趁現在幫它加那個 阻力盤上去 怎麼加呢? 其實它後面有三個突出來的 然後這邊有三個洞 你就是對好這個紅色箭頭 就把它這樣扣上去就好 這樣就增加了一倍了 這樣就20磅 然後就是9公斤 如果這樣子往前 就是手這樣往前再來拉 其實會比較辛苦一點 你可以運動的比較多 不然我們來試試看 有耶 什麼意思 往裡面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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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拉一擠 真的耶 一拉一擠 一拉一擠喔 對 你說先這樣嗎 對 然後再這樣 那算基本都差 然後快就差 真的耶 我覺得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你就不要再敷那種不能笑的那種面光 因為你會 這感覺蠻能練到的 這很能練到耶 來看一下如果是用這個訓練佩戴加上去會是什麼樣 其實你仔細看這個訓練佩戴呢 它是這樣子的 一個一個洞一樣 就像這樣 一二三四五 有五個 然後中間這個比較小沒有 它其實也是一樣就對稱的 你就把最中間這一個呢 去掏上它原本的這個把手 像這樣子 這樣子以後呢 它不是就剛好折對半了嗎 然後你的腳可以踩在兩邊的洞裡面 你可以踩在裡面的兩格 也可以踩在外面 所以我們來試用一下 好我們現在把這個放在地上對不對 然後這邊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動洞的部分 比如說我現在腳就穿過去把它踩住 然後它其實就可以做一些深蹲動作 就很像這樣子固定住它 然後再做 深蹲這樣子 它就是可以訓練到 我覺得這一個可以再加多一點 我來加一點 像這樣 非常莊嚴 位置不一樣 對啊 這樣感覺不太一樣 其實這樣也OK 怎麼感覺更有力了 因為你比較寬的這種衝動 對啊這樣比較好做 我們來做那個門的好了 所以我們就是看它的那個長度 決定你要把它穿在哪裡 假如你是比較矮的人 你可能就可以穿在第四個 這樣子 然後你就衝給它 那如果你比較高的話 你也可以穿在第二個 那我覺得我應該在中間 欸而且如果你在家裡面坐 你看流汗 馬上就是洗澡了 你也不用去單天 因為有人會把你的那個門點拉開 或是 裡面會有 找人家 然後你在那邊聊天 或是 怎麼樣 或是你就螺體坐 也OK 流汗 衣服都不會變髒 然後也不會有人來告你 對 你看你可以這樣一邊聊天 然後呢 你還可以做一些 就是如果你的身體可以做側的 應該說伸展度嘛 它這樣其實會比較累 所以 這樣子的運動是不錯的 其實左手是固定的 對 左手它可以靠在 它靠在這裡 對 對 就是拿右手去拉 比如說像這樣 有一點像是由下往上滑 我跟你講 你就是先這樣 然後 先做這個動作 真的 這個動作 做十幾個 笑容逐漸補湯 懂了嗎 我們現在要來嘗試一件事 可是因為它有附一個這個 收納袋 還蠻方便的 那 因為你這樣的情況下 它收不進去 所以其實你的方式應該是 把它上面的這個 阻力盤先拆掉 拆掉的話就是稍微往右 再拔下來 先把它這個拆下來 拆下來以後再來摺它 這樣子 你看 就變這樣 就很好收 而且這個真的很輕 然後就把它放到 這個 OYO的收納袋裡面 就像這樣 還蠻好收的吧 露營還可以健身 你可以放在露營車後面 然後上面的這些 主力盤 還有我們剛剛的這個 袋子 全部都可以丟進去 然後再把它拉起來 然後再把它拉起來 變得像這樣 你可以背著 它可以兩邊背的 這樣就很方便了 這個OYO NOVA 它其實有超過100種的動作 可以來做 因為我們不可能介紹的 那麼多 但是其實他們在YouTube上面有放非常多 詳細的動作教學的影片 是蠻推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不管你買了沒 如果你還沒有買的話 你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到底 可以透過這個做到什麼樣的動作 來決定要不要來購買 或者是如果你買的話 你就按照它上面的教學 一一的來試試看 才不會就是做錯動作 不小心就是身體受傷了 這樣也不好 那另外呢 他們其實還有推出一個 持續挑戰的這個計畫 就是有把他們 規劃的一些菜單 就是融合進去 很多人都有挑戰啦 因為它在全世界募資 已經超過一億兩千萬了 等於有 差不多兩三萬人 都是有贊助過這個OYO NOVA 裡面已經有很多人 就是透過那個十週挑戰 就完成了一些成果 其實你們也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說覺得 人家這樣做不錯的話 就可以考慮跟著做 今天的介紹大概就到這邊 如果說你想要再了解 更多關於這個OYO NOVA的資訊的話 就像剛剛講的 你可以到它的夜面上去看 我們會把它放在影片底下 最後就是大家也很期待的 抽獎時間的部分 我們今天一樣是要提供一組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OYO NOVA 健身器材給幸運的觀眾 只要你完成以下兩個步驟 第一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第二是在影片底下留言 Hashtag 折折開箱 那我們就會抽出一位幸運的觀眾 來讓你獲得這個OYO NOVA 那你在留言的時候 就可以告訴我們 你如果獲得這個的話 你最想要把它拿來做 什麼樣的訓練 或是什麼樣的運動 或者是呢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去健身房 或是健身的一些經驗 就是讓大家來參考看看 有沒有人去健身房的淋浴間 就是也覺得很痛苦的呢 反正給大家趕快踴躍來留言就對了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不管是對於太胖 或是太瘦的觀眾 就是去到健身房就有一種 你懂嗎 特別的壓力 什麼意思 為什麼他很痛啊 他拿那個鏡頭在點頭耶 好像那個早期的綜藝間 人才兩師 就是被騙財又騙那個 不然想說騙財騙色 騙色會不會有騙到嗎 也是有可能 你們去健身房要小心一點